Hello Hello 各位姐妹好 前陣子看到我兒子用一隻洗臉的東西非常好 於是我就看看還有什麼新產品 誰知被我發現了一隻好東西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平時化妝真的很辛苦 早上五六點到凌晨五六點 到晚上十一二點或者凌晨 其實妝都在臉上很久很久很久 通常我自己用的化妝品有幾個問題 要是走色整個妝好像沒有了 被我吞了 因為其實我們外景的溫度很熱 而且我們經常出汗會令妝溶了 而且顏色好像沒有了 遮涼來來去簡直去到靈 於是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有時太夜睡補妝上去會令乾紋越來越厲害 基本上越來越厚 簡直好像整個面膜一樣 皮膚感覺又辛苦 出鏡又不美 細紋又出來了 我終於試了這隻 Explorology的Castly Cushion 真的可以了 因為我試了它幾天之後 首先我用上它的感覺 我用上它的感覺是覺得它很水亂 而且它很容易推開 而且它遮瑕能力是非常之一流的 基本上你少的遮瑕 例如抖抖印等等 全部都可以遮瑕 不需要再用遮瑕膏 非常之好 而且我發覺用了它 遮瑕一點的時候 再膨上去 就不會像平時的粉 會越膨越厚 會像補水 好像塗水上去 感覺非常之好 還有就是一件事 我覺得它很均勻 所以我覺得它的防曬能力是高了 我發覺用了它之後 好像曬黑的程度是低了 而且好像黑頭是少了 為什麼呢 我上網看 為什麼它用的皮膚會好 細紋少了 黑頭會少了 只有幾天 為什麼呢 原來它說 有一隻最新的科技 就叫Dux Mirror Base 它原來就是左隔的微塵 那些什麼微塵呢 原來它說 越細的微塵 就對我們的肌膚影響越大 兼且可能有重金屬 又可能有害身體的元素 如果是黏在我們毛孔那裡 原來是我們平時落妝洗臉 都不是那麼容易清除到的 所以如果用了這隻BB Cream 原來它這個科技能夠阻隔了 我們這些有害物質 怪不知得會失去黑頭 怪不知得 而且它的保水成分 保濕成分 都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會覺得 水嫩水嫩水嫩 再查清楚 原來由一個日本的化妝師 著名的化妝師 和一個韓國的著名化妝師 一起研製 是由江美和史川瘟子 幫小女時代 AOA 賓奇部那些化妝 說真的 這些全部藝術師 都是超忙超忙的藝術師 證明它的皮膚都會很累 但是你都不覺得的話 這隻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看看效果 就看看我之後出鏡 會不會漂亮一點 你們拭目以待 如果大家用過這隻 就和我一起分享一下 你們的心得